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春芳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人医师 这个头晕原因当然是很多的 有些孕妇可能是有血压偏低的情况 或者是有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 她可能是坐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会有头晕 或者是蹲的时间长了 突然站起来会有头晕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在密闭的环境里边 有些人也会有 这个要具体的要查原因的 如果它出现头晕 我们首先要查一下 首先要测一个血压 量一下血压 看它有没有低血压 另外一个呢 有些人可能有低血糖的情况 也会有头晕 所以这种呢 我们先要检查一下原因 看什么原因引起的 当然有极少数的病人 可能真的是有颅内的病变 比如说颅脑的一些肿瘤之类的 这些呢 我们先排查最常见的原因 比如说有没有低血压的情况 有没有低血糖的情况 如果排除了一些疾病 那么如果它头晕怎么办呢 那一个是找一个合适的体位 另外一个呢 就是避免突然间的体位改变 比如说你蹲下了 你起来的时候慢慢起来 不要蹲的时间太长